對於我經手的案子 大概都是過目不忘 因為他偏男性 所以你就自然而然 養成那種男人婆的個性 我前夫就是我知道 他交第一個女朋友 就是我知道的 我就告訴我自己 不要打敗他 但是我不認為他是挫折 他是動力 我們的願景是成為 世界領先的房門製造廠 潔流伐憑藉其設計工法 及產銷一條龍的垂直整合模式 讓全台前五百大製造業皆買單 疊伐市站與六成 堪稱台灣伐王 在清一色男性為主的房門產業裡 潔沛林算是稀有動物 但成功女人背後 其實有三位老大哥助陣撐腰 前輩跟我們講 你不要做跌滑了 跌滑很不好做 聽到這句話 我們就帶著鋼盔往前衝 不好做才有商機 我們的資本金拿出來 是用分期付款的 大家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想法 算一算我的年齡可能虛長了幾個月 因為我們是同學嘛 就說最大的就來當董事長就好了 畢業以後那時候他們創業 他們說做法 我說我很熟耶 因為我在船上坐了八個月 船上就是管路 各式各樣的法門 我一進來我就上手 我們的技術不是跟國外引進的 我們都自己研發的 所以我們對R&D這一塊 我們是一直在 差不多90年那一陣 高信任鐵法去開發出來 初期節流以外銷為主 卻遭貿易商挖腳員工 另立門戶搶單 負責業務的總經理陳宗曉 找來昔日海大同學 也就是錢沛林的前夫 負責開拓內銷市場 我前夫坦白講 真的蠻厲害的 在初期其實她是我的老師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大客戶 以前都是我前夫 跑出來的 中鋼 中船 都是 1993年 錢沛林在前夫牽線下 加入潔流伐業 在我工作的時候 我不把性別來去做區別 任性比較強吧 88年的時候 我去客戶那邊 其實我已經大肚子了 快要生了 客戶把我叫去 然後讓我罰站了半個小時 都在罵我 我也沒有跟她講說 我大肚子你讓我坐一下 我先讓她罵 罵完了之後 我再跟她講 客戶不接受你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是找時間 再去跟她做說明 而不是說她今天罵了你 不歡迎你 那我們就放棄了我們的目標 放棄了我們的工作 錢沛林表現亮眼 讓大她七歲的另一半 心裡頗無視滋味 婚姻亮起了紅燈 她不習慣跟我平起平坐 88年生我女兒 早產我學崩 所以我整個月子也沒做好 然後92年她就等於就是爆發了 身體不好 媽媽去世前夫的背叛 一個人會犯全天下都會犯的錯 她絕對不會是單一的 你認為成榮就犯那麼一次嗎 不可能嗎 她一定是長期都有啊 難道林鳳嬌每次都哭嗎 不要為了不值得的人 不值得的事 費心神費精力 2007年前夫因無薪工作 退出經營團隊 錢沛林出資買下市出股權 成為節流營運長 我覺得誠實還有誠懇很重要 你都常常講一些誇大不實的 久而久之 你的人看起來就是油條 那我是第一個把罰行業 業務部門去做 系統化專業化目標化的 第一個人 在台灣就是拿到認證數量 最多的罰業對不對 對 我們總共拿到 97張認證都是由業務 提出需求 因為業務才是對外的眼睛嘛 那所以我們都有分駐別 例如說我有船博主 他都直跑這個船業 所以他很清楚的 可以知道說 人家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進攻是最好的防守 永不放棄啊 基本來就是 既然我覺得 來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